来自南风都市报播报 错换人生28年当事人姚策与涉事医院争端布置 涉事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医患办相关负责人 此前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 医院曾前往江西九江慰问患癌的姚策并送上慰问经和药物 7月2号南都记者从姚策代理律师周肇惩处获悉 医院始终未积极承担错报事件的责任 目前姚策已要求其养母将前述慰问经和药物立即退还给医院 此外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医患办相关负责人曾对外表示 家属曾向医院索赔800万 对此姚策代理律师周肇成发布律师声明称 接受委托后委托人全家并未提出该要求 当前委托人全家唯一的诉求就是希望涉事医院能够积极承担责任 据南多次前报道 今年3月江西九江的徐女士准备割肝挽救晚期肝癌的儿子姚策时才发现 自己和丈夫与他并无血缘关系 他实为河南的杜女士和郭先生的亲生儿子 28年前徐女士与杜女士在开封医砖第二附属医院 县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生产 相隔十几小时出生的两个男婴被错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